跟各位科普一下為什麼叫旺幽谷 因為它旁邊這邊有很多山脈有沒有 它這個山這樣子把那個農田形成一個谷 這樣把它包圍起來 然後因為又沒有電線桿 然後又是一整片的稻田 非常的棒很chill 所以人家叫旺幽谷 哈囉光光 我們今天來到一日偏鄉系列 我們今天所在的地方 看我身後的背景 全部都是稻田 我們今天在的就是台中市29區 人口數倒數第六的外埔區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在外埔區的大馬路旁 聽起來很籠統 沒有 真的是大馬路旁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三個大字 大馬路 我們真的是在大馬路旁 全台灣唯一的大馬路就在這 你們其他大馬路都是假的 來我們現在是外埔的一大早 早上就是要來先吃個早餐 屬於外埔的早餐 外埔肉粽 甜媽媽 熱騰騰的肉粽各位 真正的在地美食 我現在真的在地 做這樣子很local吧 來這個肉粽的大小 不大也不小 一般的大小 裡面我現在看到包的有 五花肉啦 菜脯啦 油蔥 還有香菇 來 先吃一口 它的料有鹹度 通常我們台中人都會再加個冬犬 這不用 不需要加 撥開給各位看一下裡面 啊 我的瘦肉 真正的在地美食 甜媽媽肉粽 就在大馬路旁 一顆27塊 當然早上你可以不用吃這麼hardcore 它中午也有賣 只是我在想說外埔的早上總是要介紹一個外埔的在地美食吧 這應該是北部粽啦 吃起來像用蒸的 走 吃完早餐 我們去下一個景點 稻田彩繪觀景台 顧名思義這個觀景台就是來看彩繪稻田的 但好像是在今年的三五月吧 我們現在彩繪稻田已經沒有了 我們先來講講外埔為什麼叫外埔好了 埔這個字就是可以開墾又平坦的地形叫做埔 那因為我們這個比較靠海比較靠外面 所以叫外埔 啊內埔呢其實是後埔 以前後埔呢早期叫做內埔 那後來也會因為跟屏東的內埔相撞名稱 所以改成後埔 後面的埔 那我們外埔的人口數大概是三萬人 三萬多一點點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地方應該是通宵 然後那邊應該是院裡 這邊這一個小小的突起屋 這就是我常常爬的那個鐵鎮山 所以以那個方位看過去那邊應該是大甲 那其實今天能見度算非常的好 遠處還看得到一點點的海 而且今天萬里無雲耶 這個天氣也太棒了吧 這邊有一隻鳥叫聲很像狗喔 叫兩聲來聽聽 當你在外埔深度旅遊的時候 沿路都可以看見人家在種水稻 或者是玉米 也有葡萄的蹤跡 可以輕易地看見各種農業的景象 那麼外埔的特產呢 除了有水稻之外呢 還有人會種火龍果 我們旁邊現在這個植物呢 就是火龍果 你看它已經有結果石了 它們全部都會包著 你們看它在路邊這個 很像多肉植物那種粗粗的 那種葉子喔 它就是火龍果的葉子 那這邊火龍果園超級大的喔 那因為是人家的地喔 我們就不要隨便進去 站在外面欣賞一下就好 那因為我們不算出圓門喔 其實就是根本就在我自己的家鄉喔 所以我們不會到外面住宿 但還是有民宿喔 火龍果園的對面這邊有一間民宿 沒錯 你看像莊園這個就是喔 叫這一間哈 沒有業配沒有業配 你們自己去查 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是 外埔的農夫市集喔 叫虎角莊市集 但我剛剛來的時候 明明有看到遊覽車 然後還有蠻多的遊客喔 不知道是不是剛剛他們全部買掉了 所以市集突然一瞬間空了 就是這裡喔各位 這個市集的主要是 外埔區永豐村 他們這邊的農民所組成的 將農產品透過農夫自己行銷 讓消費者在產地 直接與農民接觸喔 目前攤位大概有10攤 然後一定是這邊的農民 才可以來這邊擺攤喔 天啊各位 這邊有大鵝喔 這些大鵝意味在葡萄園下面喔 那通常有人養這種鵝啊 或是養一些其他的家庭啊 有可能是要來吃果園裡面的一些害蟲喔 發現火龍果喔 火龍跟果 找我掩護各位 有手榴彈 不是 這是木憋果喔 聽說吃這個顧眼睛喔 然後表皮上有一些刺刺 我看看吃不吃 喔呦喔呦喔呦 蠻尖的喔 在我們的農夫市集旁邊呢 有一個水流東童花步道 在每年的3到5月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一個童花季喔 來這邊就可以看到童花雪 但因為我現在來的季節是10月喔 所以就沒有機會 喔 這邊有火龍果 超大顆的 路邊的 在這個樹蔭底下走路是還蠻愜意的 然後我們後面有一個古道 叫做水流東古道喔 應該是在整修 你們來的時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那個古道能不能走了 這個步道全長2.4公里 我自己走起來覺得環境保持得非常不錯 而且也看到不少人來這邊親子同遊 但我們不單單只是來走這個步道喔 這個步道的盡頭有一個不錯的景點 這個童花步道旁邊竟然有一條小路可以上去耶 這個尾它是寫水深喔 下面是一條鑽溝喔 所以不要隨便跳下去 剛才現在沒水了 但我有一點好奇 這個上面是哪裡喔 天啊 小爬山喔 然後我走在前面 我一直被蜘蛛王纏到喔 火都起來了 看這個景應該知道它有多陡了吧 我只是想要這種探險的感覺喔 這上面是 蛤 這裡是 上來這邊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走過的一條路喔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馬路上來了不是走錯路喔 我們的方向一樣是對的喔 我們要介紹下一個景點 你們大家一定有聽過觀景台 你們有聽過高鐵觀景台嗎 在外埔是沒有高鐵站的喔 但我們可以看到高鐵一笑而過的一個絕佳景點 到了各位 這裡就是高鐵觀景台喔 旁邊有一個高鐵觀景台的時刻表 可以自己來看一下你現在是什麼時間 然後會有哪一台北上還是南下的車子會經過這裡 剛剛時刻表在那邊喔 那它旁邊這邊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像觀景台的地方 來囉 哇 這樣子過去的這個是南下 不是北上喔 從那一邊過來的才是南下 那因為高鐵的車次其實蠻多的 所以在這邊通常只要等個30分鐘 都可以看到個三四趟車這樣經過 各位終於看完高鐵了 我們現在一樣是走這個童話步道回去喔 剛剛我們是走那個馬路下來 然後那邊會有一個步道喔 跟我們現在走的這個童話步道 是連接到同一個高鐵觀景台 既然已經來到了農夫市集 還有童話步道 就一定要來到高鐵觀景台來看看喔 非常推薦 各位這邊還有第二間民宿喔 但這個民宿前面居然也有火龍果園 現在是習慣在火龍果園旁邊建一棟民宿嗎 如果我以後開始種火龍果園 你們就懂了 歡迎來我家住住 沒有種的話就代表不歡迎 等一下等一下各位 你該不會以為我們的外埔 就是這樣花花草草的世界吧 沒有喔 我現在身後呢就是外埔的市區喔 其實外埔呢還是有一條街的一個小市區 上面有很多攤商啊商家啦 那我們現在剛好中午12點喔 我們就是要來吃一下我 蠻推薦的一個在地人 常常在這邊排隊的一個小美食 廟口魚刺肉羹 可以點嗎 可以喔 肉羹飯 肉羹米粉 肉羹飯喔各位 點到了喔 先來吃一口肉羹 有那種鹹酸啊 我覺得它 它蠻平衡的 不會說好像特別鹹 或特別酸啊 感覺好像少一點辣 加了一點擺在桌上的辣椒喔 吃吃看 有香喔 香喔 這一碗55塊喔 我覺得一個人應該OK 吃得飽 看你可以來叫小菜 中午來不知道吃什麼 就來這邊吃吧 中餐吃飽之後的下一個景點就是 我們要來是外埔圖書館喔 怎麼會特別來 記得到圖書館 其實外埔圖書館 它真的是見得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裡面的內裝啊 都很新啊 重點是它的三樓 有一個可以看到 外面的一個小觀景台 在那邊讀書 超愜意的 我帶你們上來看看 那來圖書館拍照攝影 是要有館方許可的 可以到櫃台去跟他們登記 那也要了解一些 可以拍的 跟不能拍的注意事項 櫃台人員都會很有耐心的幫你解答 那聽說現在新的場館 是舊場館的四倍大 於2021年7月整修完畢 那有部分新的土地 是由隔壁外埔國小鼠提供的 我自己也來看過幾次書 真心覺得這邊的環境非常好 尤其是三樓這個超大的落地窗 真的很像一個觀景台 在這邊看書身心都很放鬆 簡單參觀完後 我們就來看一些不一樣的景點 這個是在外埔裡面 很有特色的一間虎爺廟 跟我們運氣很好 剛好來看到人家在靜香 禮拜天很多人來 一般的虎爺都是虎形態的神尊 這間廟的神尊比較特別 是人形態的 這邊有各種周邊的結緣品 還有很多特殊補柴的柴褲金紙 除此之外這邊還有很多的造景可以拍照打卡 環境算是相當的輕優 距離我們剛剛的高鐵觀景台 走路大約只要10分鐘就可以抵達了 哇各位 假日也太熱鬧了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祈福艇 你可以這邊買100塊的那個祈福牌 掛在這邊 剛剛還有看到什麼 娶好老婆 現在不需要我了 我有一個最好的了 有喔求生欲拉滿了阿冠 既然都來到我們特色的虎爺廟了 來外埔怎麼可以沒有看到 五級三清總道院呢 前身叫做中原子雲禪寺 這裡非常的大 大到有點像是我們去馬來西亞看的那種極樂寺 那極樂寺可能再更廣一點 但這裡也已經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間廟了 那這邊一樓剛好在整修 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參觀 走上來他的三樓也可以來這邊拜拜 哇賽 超大尊的神尊喔各位 這裡拜的是三清尊神 有原始天尊 領寶天尊 道德天尊 何稱為三清 看著前方信眾的背影 你們就知道這個神尊到底有多巨大了 上來到六樓的觀音店也非常的誇張喔 除了觀音像非常的大之外 這邊的場地也是真的超大 來這邊可以眺望整個大甲鎮喔 經過這個地方的話也不妨來看看吧 喔各位看完這麼多的水泥房建築之後呢 現在又回到我們熟悉的背景 鄉下小徑喔 這裡是一個神奇的景點喔 叫做水沖崎 為什麼要特別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這邊有一個類似人造瀑布 不對 人造滑水道的地方喔 但它因為放水的時間不一定呢 我們要先去查查 所以 我相信我影片已經補好了 請看 水沖崎終於有了 各位終於讓我們等到水沖崎了喔 我朱朱等了三天有喔 這個是我們在灌溉這邊農田的水鎮 大鎮喔 你如果要找到它的灌溉時間呢 其實要去那個農業部上面尋找 那方法其實有點冷門 我會把它放在我那螢幕上面 你們自己照的那個流程去看 真的超級壯觀的啊 那個水這樣傾泄而下 你們不要以為只有這樣子喔 它上面還有一個超級滑水道 它旁邊有負責這些台階喔 我們可以慢慢走上來 自己要小心喔 來到這個地方呢 這旁邊沒有人在管的 一定要自己注意安全 以自己安全為最高中止 我剛剛站上來的橋啊 就是這一個橋喔 在我這個左手邊 可以看到那個氣勢磅礡的那個大水喔 但是在它的右手邊這邊呢 是一個瀑布 有沒有壯觀各位 這邊會一直被水霧攻擊喔 那它的旁邊呢 有兩條小路可以走 各位這個滑水道不能玩喔 我要先跟你講喔 這邊路況其實沒有很好 其實蠻多雜草的 在這邊的景啊 真的是很好 我現在在走這個樓梯喔 一直有那個水霧衝上來 非常的涼爽喔 我們現在下午兩點多喔 超級熱 但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完全沒有感到一絲的熱喔 因為真的太清涼了 各位看得出來 上面那個水流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湍急喔 它是這樣子下來 重力加速度之後 下面那個水超狂的啦 那我們外埔呢 是屬於典型的河街地形 這個水沖起呢 也是為了配合河街地形 所建造出的農田特有水利設施喔 建有定期定時的開放呢 來灌溉外埔的農田 上面沖下來的超大水量 會進起非常大量的水物喔 我們剛剛走了銅花步道 旁邊的水道 有水跟沒水真的差很多 看完清涼的水沖起之後呢 我們前方有一條步道喔 那一條步道很神秘喔 在這個看起來 什麼都沒有的道路旁邊呢 居然有一條小道 有沒有覺得在田間的 這一個木栈道呢 非常的神秘喔 為什麼要強調神秘呢 因為這個木栈道的鏡頭 真的有一個很神秘的神秘洞 這個外埔的神秘洞呢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喔 等一下不對喔 這條路後面也太狹窄了吧 天啊 好多蜜蜂喔 他們都在採蜜喔 怪獎現在困在後面 進退兩然喔 我怕小蜜蜂突然對我發起攻擊喔 在附近的人喔 會覺得我們兩個人在 田裡面大吼大叫什麼東西啊 不過 景超讚的耶 這個景太漂亮了吧 穿過這個步道 你就可以看到告示牌了 水沖起跟神秘洞 就在前面 只是一條也是很嚴峻的道路 沒有 看起來比剛剛好多了 不用披荊斬擊喔 走到鏡頭之後 後面這邊也有一個觀景台 旁邊有一條岔路 這個樓梯下去 就會抵達 咱們的神秘洞喔 這要寫神秘洞的由來喔 它其實這一個洞呢 它可以一直沿到 後里區的 泰安鐵路車站喔 但是有很多的主幹道已經 貪方已經不能通行了 神秘洞又名清拆盡 它的開鑿年代用途啊 至今都是一個米喔 連老一輩的長者呢 也都知道就是 欸小時候就有了 但一切都是未知的 讓聰明的你留下想像空間喔 這是解說還是拆米啊老爹 會有一點覺得好像來到一個原始生理的感覺喔 有沒有看到我背後這個景超原始的喔 那這邊也看得到有一些土石貪方的痕跡喔 來這邊呢自己要稍微小心一點 有颱風啊還什麼的就盡量不要過來 那因為灌掃慈悲不想要再打擾那些辛勤的小蜜蜂工作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另外一條小路回去 除了神秘的這種神秘的景點之外 還有一個不神秘 但很奇特的景點 是我後面這一個橋喔 這一個橋叫做 新加坡路橋 因為我們這個橋下呢是高鐵喔 原本在搭建高鐵的時候 這一條路就沒辦法閃掉 所以他加了一個坡上去 所以他叫做新加坡路橋 這個只有老外埔人才知道 我也是聽我老媽講的喔 反正就在外埔路上面 你們有機會來外埔路的話 就是會看到一個路橋 新加坡路橋 下一個六分綠狼道喔 六分綠狼道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行人可以來散步 腳踏車也可以上來騎的一個道路喔 附近也是非常的清幽有農田啊 然後還有可能人家的小莊園 重點就是某一些景呢 你可以一直看到我們的高鐵喔 因為我們外埔到處都是農田 你只要來到田的地方呢 幾乎都有高鐵 幫你當做一個地標啦 所以不用怕迷路 右邊也是水稻田 左邊也是水稻田 但你有外埔只有這些嗎 沒有 我們還有一個更大更寬 更廣的水稻田喔 就是在這裡 外埔旺幽谷 這裡才是真正的水稻區喔 你看我身後 這些稻田 綿延過去一兩公里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電線桿喔 而且我們現在來的石姐也剛剛好 他還沒有收成 準備塊要收成了 大概在兩三個禮拜吧 我相信很多人聽到外埔呢 就是講到旺幽谷啦 這個景點其實非常的有名 在我們Google上面的評論呢 也是非常的多喔 但你自己要挑好時間來 因為我們之前來的時候是灰溜溜的 就是全部都是土啦 現在剛好有稻田了 雖然我講我現在在旺幽谷裡面 但我現在在的這個位置呢 並不是在Google 準確的那個旺幽谷的位置 這個畫面上面白白的地方 才是你在Google上面找到的 外埔旺幽谷的位置喔 那我們剛剛前面拍的旺幽谷的那些位置呢 是一些山中小路喔 其實這邊很多小路都可以隨便進去 都可以隨便就拍出大的照片喔 非常的棒 那這邊還有一個咖啡廳 是採預約制的 我今天沒有預約到 但沒有關係 來這邊拍拍照 我也非常開心喔 有興趣的自己去Google看看 然後跟各位科普一下 為什麼叫旺幽谷喔 因為它旁邊 這邊有很多山脈有沒有 它這個山呢 這樣子把那個農田啊 形成一個谷 這樣把它包圍起來喔 然後因為又沒有電線桿 然後就是一整片的稻田 非常的棒很Chill 所以人家叫旺幽谷喔 那我們外埔之行就要到這邊結束嗎 沒有喔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經典要去 就是我們的外埔夜市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夜市呢 可以看出這一個鄉鎮市的消費力 走吧 我們就直接出發 外埔夜市 OK 各位 在我後面就是外埔觀光夜市喔 看起來蠻亮的吧 裡面攤商有多少呢 帶大家看一下 出舌頭 各位這就是一般的鄉鎮市的夜市 並不是那種觀光夜市 所以不會看到有太多新的東西 甚至還會賣一些服裝啦 還是襪子之類的 鞋子啦 然後一些遊玩的 然後後面就是大吃 但人潮呢 其實比我想像中多耶 而且其實攤販的數量 雖然看起來鬆鬆 朗朗 但其實攤販的數量 比我想像中多蠻多的喔 然後這一攤帝王滷味 超多人在排的喔 我也順便買了一點 吃個豬舌頭看看 豬舌頭 蠻有彈性的 跟牛舌完全不一樣 但還是有一點嚼勁喔 滷味道還不錯 好啦各位 我要認真的進食了 所以我們這次外埔之行就是 成功 今天我幾乎花了12個小時 待在外埔裡面到處亂跑 簡單的介紹了我們外埔 在我認真的踏邊了大部分的路之後 這裡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 農業感非常重的區 路邊隨處都可以看見人家種植的蔬果 那我也明顯的感受到 自從有了高鐵之後呢 無論是在旁邊新增的高鐵觀景台 或者是橋下呢 也有很多的運動場 活動公園 無論是對當地的觀光 或者是民生需求 品質都有在上升 那有一些比較可惜的地方 像是我們今天去的水沖啟或神秘洞那邊 路邊幾乎沒辦法停車 如果是外縣市想要來旅遊的話 個人會建議到市區租一台U-Bike 來這邊放慢步調的旅遊 當然因為這邊緩U-Bike的點有限 但一定程度上還是相對的不方便 但即使是這樣子 還是絲毫不會減少 我對這個地方的風景的肯定 你有多久沒有離開大都市 來到這種鄉下的地方 享受一個寧靜放鬆的下午了呢 這裡是外埔 我是冠冠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